对于银框标记的符合扩程检测体系 最终它的基因型的结果 是由塑备自动按程序化命名来显示的 所以它的结果是比较直观 如果是存核子 在一个基因座就表现为单一的一个封图 如果是杂核子就表现为两个封 那么它的等位基因的命名 是完全按照重复次数来进行命名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经过符合扩程以后 用银框标记自动电勇的检测识别系统 对STR基因座进行命名以后得到的一个结果图 那么在这个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使用了三种银框染料来标记STR基因座 第一种银框染料为蓝色 第二种银框染料为绿色 第三种银框染料实际上是黄色 但是因为黄色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不清晰 所以它把它转换为显示的时候用黑色来显示 所以银框波长实际上它是处于黄色7 那么在这个试剂核检测里边 它包含有15STR加性别 还有一个遗传标记 是ABO血型的分形 就是用DNA检测的办法 来对样本的ABO血型进行分形 因为对样本进行ABO血型分形 在有些案件当中它有特殊的价值 比如说像大规模的排查 那么可以先进行一个低成本的快速的ABO血型检测 跟样本进行一个结果的比较 如果它的分形结果不同 那么可以迅速的把这些人就排除掉 那么留下来相同的这些样本再进行DNA的检测 所以在这个体系里边 蓝色的荧光标记了5个STR 绿颜色的荧光标记了5个STR 这个蓝色的标记了4个 绿颜色标记了5个 黄颜色的荧光标记了6个 所以它也是15个STR加性别 再加一个ABO血型的检测 那么这是一个荧光标记的符合扩程体系 一共包括了19个STR加一个性别 在蓝色荧光里边标记了5个STR 绿颜色标记了6个STR 黄颜色标记了4个STR加性别 红颜色标记了4个STR 所以总的是19个STR 那么在这个体系里边使用了5种颜色的荧光 来标记STR 那么还有内标必须要一种颜色的荧光 所以这个体系是一个5色荧光的分析体系 那么现在最新的这种符合扩程设计盒 在荧光标记当中最多可以使用到6色荧光 来进行标记 但是我们像现在前期年买的常用的一些设备 像310或者是3130 那么对6色荧光分析它是不支持的 它的软件不支持 那么如果要进行6色荧光分析 要用它最先进的设备 最新型号的设备 也就是3500 才能够支持6色荧光的分析 主要是软件不支持 那么对老机器可以进行软件升级来支持 但是一个软件升级费非常高 接下来我们介绍STR分析在法医物证鉴定当中的应用 符合STR分析只有高灵敏度和高的鉴别能力 这个高鉴别能力不是指的单一STR基因座 而是多个STR基因座的组合使用 所以它的鉴别能力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 这种分析方法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容易实现标准化 而且最后的等位基因的命名和分行 可以由设备来以及软件来程序化的完成 那么这样一种特征 就成为当前法医学个人识别和清前鉴定的主要的技术手段 解决了很多年来困扰法医物证鉴定的许多难题 经过大量的实际按键的应用 显示出PCR STR分析在法医应用当中具有突出的优势 它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第一个灵敏度非常高 STR分析的模板量1到20个纳克 现在采用荧光标记的检测系统 一个纳克的DNA可以得到良好的分行图 所以现场检测只要能够提起到DNA模板 基本上就可能进行成功的分行 另外呢在腐败成就性生物材料 基因组DNA严重降卷 但只要残存的DNA分子长度长于400个BP以上 那么进行STR分析就可能成功 像骨骼 牙齿 咽头 甚至指纹 头皮屑 脱落细胞 接触性样本 都已经有STR分析成功的报道 另外在一些像史拉包 史拉包埋的这种组织块 这些检材 在过去其他的定义分析的时候 是很难成功的 那么在STR分析的时候 也有成功的报道 那么现在在实际工作当中 对于脱落细胞 以及接触性样本的检测 已经成为很多案件当中的一个常规性工作 尽管这种检测当中 也有很多不能够获得STR的分析 但是也有一些样本 获得了STR的一个正确的分析 为案件的侦查 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第二个是鉴别能力高 单个STR基因做的多胎性程度 不高 鉴别能力也不高 但是由于使用了符合扩承体系以后 在一个扩承体系里边 通常都超过10个STR 累计的匹配概率 已经达到同意认定的目标 那么在这里边指一个例子 就是一例犯罪案件当中 物证经班和嫌疑人血样 经过8个STR分析 它结果是匹配的 按照概率惩罚原则 累计的匹配概率等于8个金型的一个频率的一个成绩 结果计算为4.85乘10的-12四方 那么也就累计的这种频率组合 在人群当中的出现的频率 已经小于1百亿分之一 那么也这个时候就可以判断 这个经班就是来自于这个嫌疑的 那么为案件确定 这个嫌疑人 以这个案件的一个关联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 这个就是前面这个例子的在8个STR它的检测结果 以及每一个等位基因它的频率 因为如果在8个STR基因做检测的时候 因为它都是杂核子 所以杂核子就等于这两个等位基因频率乘起来 再乘以2就等于它的表型频率 或者叫做基因型频率 因为在定义分析 一个基因型对应一个表型 所以基因型的频率就等于表型频率 那么它的累计的组合的 8个STR表型组合的频率 就等于每一个基因做它的表型频率连成 也就是8个STR基因做的表型频率连成 连成以后它的概率是4.85乘10的 -12次方 也就是小于1百亿分之一的这样一种概率 第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分型实现了一种标准化分型 从整个操作流程和对等位基因的命名 那么在所有的实验室之间都实现了统一 那么这就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 通过高分辨率的电影技术 结合等位基因的标准化分型 样品检测STR的这种结果 能够准确的按照重复单位 重复次数来进行命名 这是STR基因做标准化分型的一个重要基础 也是建立DN数据库的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今天的DN数据库 它的建立的基础就是进入STR分型时代以后 才在全球 许多国家建立法医的DN数据库 第四个内容呢 我们介绍一下常用的常染色体STR基因座 那么对一个STR基因座 能否用作法医DN分析的遗传标记 需要用一系列的指标来进行评价 比如说需要进行群体的调查 获得各个群体的这个基因座的遗传学参数 这些遗传学参数里边 包括比如它的杂合度 它的等位基因频率 以及基因型频率 获得这些频率以后 那么再去评估 这个遗传标记在法医学应用当中 它的价值是高还是低 那么在法医学应用价值里边 两个重要的指标 一个是个人识别力DP值 另外一个是恢复排出力 这两个值 那么这两个值应该比较高 在法医应用当中 它的效率就会比较高 此外还是要进行加息调查 了解基因突变力的高低 因为基因突变力高或者是低 对个人识别的影响不大 但是对亲子关系的鉴定 如果突变力过高 那么会影响 我们在亲子关系当中的一个判断 另外需要了解STR基因做的 就是包括它的种属特异性 个体的同一性 扩正的稳定性 检测的灵敏度 这些指标都应当有一个充分的研究 另外就是在对STR基因检测的时候 可能不同的商用设计 以及不同的实验室 如果你在自己设计影物去进行扩增的时候 你的影物的结合位置可能是不相同 那么改变影物结合位置以后 它的分心结果和没改变的这种结果 是不是相同的 也要进行一个评价 目前常用的常染色体STR基因做 大概有数十个 这个表格里边 按照染色体编号1到22 列出了再把一些实验室研究 或者应用的一些STR基因做 那么这个表格里边列出来非常多 其中有一部分基因做 可能主要停留在研究阶段 还没有进入到应用 那么有一些基因做 是在实际工作当中 已经被应用了很多年 在这些基因做当中 我们挑几个基因做 做一个简单介绍 第一个基因做叫TPOX 那么这也是CODIS 13个核心STR基因做当中的一个 它是人类甲状腺 过氧化物酶基因 第十内含子当中的一个STR系列 染色体定位是二号染色体的短臂 二期三代到短臂的末端 TPOX属于简单的STR重复系列 重复单位为AATG 已经减出的有八个等位基因 等位基因偏段长度范围 为220到250个BP 这是采用经典的一对引物 来进行扩增检测的时候 当然后来可能对这些基因做 又改变了它的引物结合位置 比如使它的扩增片段变短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去评估 改变引物以后 它的扩增产生的这种分形结果 和经典的这种分形结果 是不是一致的 就同一个样板 是不是一致的分形结果 在这个基因做检测当中 有的时候会出现三条大 那么这一特征 叫其他SDR基因做更普遍 也就是它出现三条带的这种几率 比其他SDR基因做要高 那么形成SDR基因做三条带的原因是什么 那可能是这个SDR基因做的重复系列 在染色体上 某一条染色体上 又重复了一次 或者是这个重复系列 在基因组当中的某一个位置 重复了一次 那么这是由于在 减速分裂过程当中 同样染色体之间的交换造成的 那么这是在检测的SDR基因做当中 很多基因做都会碰到这种情况 但是总体的发生率比较低 这个基因做在汉族人群 它的杂厚度为0.66 DP值为0.83 那么用于个人识别的时候 它的效率还是比较高 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基因做是D3S1358 这个基因做是定位于三号染色体的短臂 它的重复结构属于符合系列 因为有两种重复积蓄 它的核心系列为AGAT和AGAC 两种系列 扩增的等位基因片段长度 从103到147 它的重复期的序列为 AGAT重复9到15次 AGAC重复2到3次 AGAT重复2次 那么这是它重复期的一个序列结构 这个9到15 2到3 在不同的个体 它的次数是不一样 那么组合起来以后就构成 整个重复期的重复次数 那么这个地方也列出了 扩增D3S131358的一对引物序列 汉族人情当中 这个基因做它的杂核度数达到0.74 个人识别力达到0.93 从这两个指标来看 它比TPOX的多态性更高 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基因座是FGI基因座 这个基因座 是人的 α纤维蛋白基因当中的一个内含子的STR系列 所以另外一个名字叫做Human FIBRA 那么这两个名字指的都是同一段低音序列 都可以把它叫做FGI基因座 这个基因座定位于染色体的4号 在4号染色体的长臂 前两个都是在短臂 它的核心重复序列是TCTT 已经减出22个等位基因 片段长度从168到224 在这个168到224 这个片段范围内的等位基因 大多数是按照4个减基 有规律的排列 也就是两个相邻的等位基因之间 相差4个减基 那么也会出现减基的差距和切断 就会出现点2 所以在这个基因座 有一部分等位基因是有点2 比如说21.2 22.2 23.2 24.2 那么都有 最小的两个基因分别为168和176 那么这两个等位基因之间相差8个 在理论上 应该还有一个等位基因是172BP的 但是在这个等位基因172里没有减出 另外就是在这个基因座的大的三个等位基因 230 246 294 这个跨度比较大 这个三个大的等位基因当中出现了比较复杂的这种重复系列 所以整个基因座它的片段跨度范围比较大 但是大的比如说246 294这些等位基因在人群当中的分布非常少 特别是在黄转人当中几乎没有减出 那么可能在其他的人种可能会减出这些等位基因 这个基因座的总的在人群当中的杂合度是建议0.84到0.90之间 因为不同的人群它的杂合度数据可以被压 DP值达到0.94到0.98 所以这是一个多态性非常好的一个STR基因座 那么我们书上来还介绍了很多的长染色体的STR基因座 对于STR基因座它的共同性是基本上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关注一个STR基因座我们主要关注这几点 第一个这个STR基因座的染色体定位 因为我们在进行个人识别的时候或者是亲前鉴定的时候 要求基因座和基因座之间在遗传上应该是相互独立的 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些STR基因座在染色体上的定位 那么我们在选择STR基因座的时候 最好这些STR基因座是定位于不同的染色体 即使是定位在同一个染色体 那么在染色体上的距离应该足够远 就是不会出现遗传连锁的这种状况 第二个要关注它的重复系列的结构特点 就是有一些是简单重复 有一些是复杂重复 有一些可能是有两种重复系列 可能是一个复合重复 那么复杂重复的这种基因座 通常它就更容易出现 比如说简直的插入和切实 所以在分型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容易出现 点1点2点3甚至点4这样一些特点 另外要关注就是等位基因的数量 如果一个遗传标记它的等位基因数量越多 那么它的多态程度就会越高 所以在应用的时候它的价值就会越高 再有一个就是如果要检测的时候 要关注它的引物结合期 它的引物系列是在哪里 再有一个从分析检测的角度来说 你要关注它扩增产物的片段大小是多大 那么这跟你后期的电容检测手段 你应当对哪一个区域的DNA片段进行精确的测量 精确的检测是有关联的 所以要关注它的片段大小 再有一个要关注检济的插入和切实 是不是容易发生 那么容易发生在分型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小心 那么在程序化分型的时候 如果程序标识为不认识的等位基因 也就是off later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到 它可能是一些等位基因的变异 也就出现了剪辑的切实或者是插入 再有一个就是要关注它的基因频率分布 那么基因数量多 表明它多态性好 那么如果它的基因频率更平均 那就表明它的多态性程度就会更高 就是在相同等位基因数量的情况下 等位基因的频率越平均 它的多态程度就会越高 所以要关注等位基因的频率 那么再有就是要关注它的群体遗传学参数 和法医学应用参数 如果等位基因数量多 基因频率又平均 那显然它的群体遗传学参数 比如像杂合度 多态信息含量 以及法医学应用参数的DP值 和恢复排除力这些值都会高 那表示这样的遗传标记在应用当中 它的效率就会更高 另外要注意几个基因座的一个特殊情况 第一个就是D8S1179 因为这个为什么引起关注呢 就是在最早推出的商用试剂盒里边 对于白人和黑人的检测 没有问题 但是拿到中国人群来应用以后呢 在亲子关系鉴定当中 就发现很多加系 在D8S1179 它就不符合遗传规律 后来发现在中国人群 16这个等位基因 有相当一部分人 在引物结合期出现了单减基的变异 那么在扩证的时候 就出现这个等位基因的丢失 所以在亲子代之间就出现 不符合遗传规律的现象 那么后来经过对引物重新设计 以后把这种情况解决了 那么从这样一种情况就提示 可能在其他的STR基因座 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在引物结合期 出现单减基变异 它最严重的结果就会导致 这个扩增产物完全没有 也就或者是说我们后续的检测 灵敏度检测不出来 那么就出现等位基因的丢失 如果轻一点的情况 就可能出现一个基因座的 两个等位基因的扩证产物的 风信号的严重不平衡 就一个比较高 另外一个非常低 而这个样本又是一个个体的样本 那么这都是有可能是由于 引物结合期出现了单减基变异 来造成的 那么这个单减基变异的位置 在三撇端是在哪一个位置 就比较重要 如果在三撇端的关键位置 可能就出现等位基因丢失 如果不太关键的位置 可能就它的扩增效率下降 但是能产生一些产物 但是在检测的时候 和另外一个等位基因的风信号 它就不对的 它就会变得很少 就是扩增效率下降 这是一个要关注的 另外一个就是TH01的9.3 也就在TH01的这个等位基因当中 它出现了一个单减基的缺失 本来应该是十次重复 就变成了九次完整的重复 加三个减基 所以这个等位基因就命名为9.3 那么这个9.3 它和正常的10的等位基因 只相差一个点减 那么在所有的商用试剂盒里边 9.3和10的等位基因 都在Lader里边都具有 所以在我们分行的时候 如果你的电用的分辨能力 不能够有效的分辨9.3和10 这两个片段 就是Lader里边的这两个片段 那么这个程序在进行 这个Lader等位基因命名的时候 走到这个地方它就停了 它就运行不下去 它就告诉你出错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去检查 你的电用分辨系统 它的分辨能力是不是下降 如果下降了 你就要纠正 纠正到什么程度 你的程序在运行这个体系的时候 能够准确的识别 TH01的9.3和10 那么哪一些原因 可能会导致你的分辨能力下降呢 比如说你的毛细管使用次数过多 缓冲液使用的次数过多 你的胶过期都可能会导致 这个设备检测的分辨能力下降 所以这是作为检测 我们电用体系的分辨能力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第五一个就是我们书上介绍的STR 金座里边有相当一部分 是属于五合干酸重复的 那么所有的潘塔系列 都是五合干酸重复的 另外一个就是D10S L32也是五合干酸重复的 就是五合干酸重复的这些基因座 有好处 但是也有坏处 好处是什么呢 两个净灵的等位基因之间 它的相对差异变大 相差五个减击 它的坏处是什么呢 在一个基因座最小的等位基因和最大的等位基因之间 它的跨度就会变大 因为你每一个之间都隔五个 十个就差五十个 如果是四个减击的 十个才差四十个减击 所以整个跨度会变大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些五合干酸重复当中 它也会出现 减击的插入和切实 这种插入切实可能有一个减击 有两个减击 或者三个减击 甚至是四个减击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点一点二点三点四 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接下来呢 在STR分析当中 就发现某一些样板 在进行STR检测的时候 发现就是 整个分析体系当中 一些比较扩程片段 比较短的STR 它的检出效果比较好 但是扩程片段比较大的 它的检出效果就不好 那么这个时候 人们就想到 对于这些类型的样板 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经过分析以后 认为这些样板 是因为定格降减了 由于在STR分析的时候 发现短片段扩增更好 长片段扩增更差 所以人们就想到 我能不能去寻找一些 扩增片段比较短的STR 或者是把我们现在在检测的 这些STR精座 移动它的引物期 更像重复期接近 使扩增片段变得更小 那么这样一种分析方法 就把它称为mini-STR 也就是把扩增产物 尽量的缩短 也就是引物的结合期 几乎就在重复期的 刚刚两侧 这个时候它的扩增产物就最短 那么采用这样一种方法的目的 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去检测 这些降解比较严重的生物样板 再有一个 就是可能对一些低膜版的DNA 采用这种mini-STR 可能它更容易 获得成功的一个扩张 所以就建立了mini-STR 来对这些比较困难的检材进行检测 那么在这里边呢 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寻找新的STR 它本身的扩增片段就比较短 另外一种方案就是 把原来的这些STR的引物 把它移动 但是由于我们对DNA检测分析的时候 要进行实验室和实验室之间的比对 那么有一些数据现在要进行数据库的比对 所以如果你寻找前新的STR 那么跟数据库跟实验室之间 就不能进行一个比对 因为它是不同的遗传标记 就没有办法比对 所以更倾向于重新设计原来的这些STR引物 把它向重复机移动 使整个扩增产物片段变得更小 那么来进行检测 那么这样呢 希望对这些严重降解的这些检材 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成功率 那么这样一种方法 就叫做短片段STR 或者叫做miniSTR 这个表格里边列出来 就是盐来检测的这些STR精座 就大多数实验室都在检测的STR精座 经过重新设计引物以后 把扩增片段减少的检济数 是右边这一栏把它列出来 那么它的等位基因 比如说像TH01 它和盐来检测的是一样的 就是盐来检测的时候 它的片段只是比较大 比如它是164到188的范围 但是通过改变引物结合位置 减少了103个BP 所以新的这种短的TH01的扩增 片段范围变成了61到85 等位基因仍然还是5 常见等位基因是5到10 这样一个范围 那么对样本的分型 同一个样本改变引物以后 TH01的分型结果应该是一致 那么如果不一致 你这个引物修改就有问题了 就不合适 那么其他的基因座 最长的可以缩短多少来 接近300个BP 比如说潘塔E 通过改变引物以后 使得这个扩增产物只有80到175个BP 而原来是要加在这个极组上加299个BP 原来是很大的一个扩增产物 现在减少299个BP以后 它的扩增产物变得更小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通过改变引物以后 这个时候最大的整位基因片段 一般就是2122以内 那么绝大多数的STR都在150个检机队以下 那么这样对于严重降久的剪裁 它剪出的成功率就会更高 所以它通过这样一种改变以后 而且它的分型结果和原来是一样的 这种数据是可以相互比较的 所以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 或者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但是在实际应用当中 应用这些mini-STR检测的时候 后来也发现遇到一些难题 它的难题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检测的这种是严重降解的DNA 比如这个DNA降解了只有300个BP以下 或者只有200个BP以下的片段 我们把它用mini-STR去检测 是都能够检测出来 但是因为我们STR检测强调的是 符合扩增的检测体系 原来在一个符合扩增体系里边 可以做十几个STR 但是你全部把它改成mini以后 大家的片段长度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比如说都是80到150这样一个范围 所以在一个符合扩增体系里边 就不太可能整合太多的mini-STR基金座 因为采用五色荧光体系 那么也就只能用四种荧光来进行标记 如果一个荧光标记里边标记两个STR 那么你最多可以做八个STR的整合 它就不像原来我们可以在很长一个范围内 来设计这个STR的整合 所以它构建的这种组合量 STR基金座的量就会减少 那么如果同样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 这种个人识别力 就要求要增加不同的mini-STR组合 也就会增加你的检测工作量 那么这是它一个缺点 另外一个就是在使用mini-STR的时候 就发现碰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像D17S317 D13S317这个基金座 原来的设计引物 在核心重复期的下游 24个BP这个位置 会出现一个TGTC的一个缺失 所以如果它的重复期 比如说是八次重复 但是这个区域出现一个TGTC缺失以后呢 最后出来的一个片段 它就会少掉四个减机 那么和七次重复的这个普代的位置 就是一样 所以原来的这种分型叫八的 它的重复期可能是七次重复 但是因为我们以片段长度 作为测量预计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叫做八 所以你原来这个样本就叫做八的分型 但是你改变引物以后呢 这个区域它可能会出现切实 但这种切实不是所有人的切实 也就是有些个体会切实 有些个体就不切实 那么这样一旦出现切实以后 这个它原来核心重复期是八次 由于这个切实期已经在引物结合期以外 所以你一检测 你就会把它叫做八的这个等于值 但是原来的分型是叫七 那么就导致两次分型结果它就不一致 那么本来这两个样本是一个人的 但你的分型结果不一致 你就会排除它是一个人的 所以对于mini-STR在检测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改变了引物结合期以后 对样本的分型结果应当和原来的这种分型结果 进行一致性评价 如果这个检测结果是一致了 那么在应用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问题 如果是不一致 那么对这些基因座 在结果解释的时候就要特别胜壮 就它分型不同 特别是比如说像这种相差一个等于基因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它是同一个样的 这就不符合我们传统的个人识别当中 分型不同就排除这样一个原则 第三一个就是某些STR基因座的核心重复期上游 或者是下游的侧义系列 由于飘零或者是密定剪辑的堆积 而不利于mini STR的引物设计 也就是你这个缩短是有限制的 你不能无限制的一个缩短 所以大概在应用当中就发现有这三个方面 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PCR扩增过程当中 由于它扩增产物过小 没有消耗的引物上面的这种荧光 会使扩增产物风在电影的时候风变宽 信号变弱 那么这样就会影响 在电影过程当中对这些产物的一个检测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从前面也看到 通过改变引物以后 它的扩增片段通常都变到八十七十多 九十多这样一个水平 而过去的传统的STR分形体系 通常是在一百个简级以上 所以在内标检查的时候 只要一把这个内标风是正常的 那么就往后 比如说到五把 这个范围的内标是正常的 那么就可以对这些样本进行分析 那么在应用miniSTR的时候 你使用的内标一定要往前提 比如说你的这个样本最小的风是七十五 那么你的内标肯定要在七十以前 也就是要小于七十五 第一个内标一定要小于七十五 才能够对这个片段大小进行一个计算 第五一个内容 我们介绍一下性染色体的STR分形 性染色体上也存在众多的 多态性DNA遗传标记 因为性染色体它的遗传方式比较特殊 和常染色体完全不相同 所以在某一些特殊案件 它有特殊的应用价值 所以在法医实验室当中 对性染色体遗传标记的检测 也是工作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么在性染色体遗传标记里边 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外染色体的遗传标记 那么在外染色体上边 也有众多类型的DNA遗传标记 由于在法医实验检测当中 我们检测的平台主要是基于STR 为检测目标的这样一种技术平台 所以我们对外染色体DNA多态检测的时候 重点的检测目标也是外染色体的STR 人类的外染色体DNA长度总长 约为60个MB 短臂和长臂各有一个区域 在减速分裂过程当中 要和X染色体进行染色体的交换和重组 这个区域称为拟长染区 短臂的称为拟长染区一 长臂的称为拟长染区二 那么这两个区域在短臂要稍微长一点 是2.5个MB 长臂是1个MB 那么这两个区域占整个外染色体大概占5% 那么在这两个区域内的这种DNA多态 它的遗传方式和长染色体DNA遗传标记的遗传方式是相同的 因为它有染色体的重组和交换 但是其一的95%的区域 在减速分裂过程当中 不会出现染色体的交换 那么这些区域就把它称为外染色体的特异区域 也称为非重组区域 那么这些特异性区域的所有的DNA遗传标记 在遗传的时候 它是整体向子带传递 也就是由父亲传递一个儿子 就表现出来是一种父系遗传的特征 那么整个外DNA当中的 外染色体当中的DNA遗传标记 总的类型包括有卫星DNA 小卫星DNA 微卫星DNA 也有插入和切实 也有SMP 那么对法医应用来说 从检测平台来说 最方便的检测目标是STR 外染色体的这些STR 和常染色体STR比较的时候 大多数YSTR金座 它的重复系列更为复杂 也就是绝大多数的YSTR 它是一种复杂的重复系列结构 一个金座通常含有两种以上 不同的重复单位 恒定重复系列和可变重复系列 可以同时存在 外染色体STR基因座 它的等位基因命名 以常染色体STR基因座 完全相同 另外在外染色体存在较多的 重复的回纹区域 这样就使得一部分Y的STR基因座 在染色体上存在多个拷贝 因此在应用 特异性的YSTR基因座引物 对目标DNA进行扩增的时候 可以扩增出来多个拷贝的 这个DNA片段 那么比如像 385 459 464 这些Y染色体的STR基因座 在扩增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多条片段 比如说DYS385 绝大多数的个体 会产生两个片段 因为这对引物 能够识别 外染色体上的两个重复区域 那么它就产生两个扩增片段 如果这两个扩增片段 它的长度不一样 就会被识别为两个峰 那么同样的459 也有两个 外染色体上也有两个重复区域 都被扩出来 这样就会产生两个峰 偏短偏短长度不等的时候 像DYS464 那么在外染色体上 有四个重复区域 一对引物都把它扩出来 所以最多一个个体 就会产生四个条弹 那么这样看起来 它和这个长染色体的 这个杂合子就是一样的 但是在外的STR 不存在杂合的这种概念 它只是一对引物 在外染色体不同区域 获得了两个扩增片段 都是一条染色体上的 重复区域 那么采用传统的这种PCCI技术 就没有办法齐分 这两条带 或者是多条带当中 哪一条带是来自于哪个重复区域 不能够识别 这个时候呢 仍然用片段长短 和这个LADER当中 以致重复次数这种等位基因 去比较 那么片段跟LADER对上 那么还是用这个重复次数的等位基因 来命名这个样本的这个片段 那么由于它有两个片段 所以两个等位基因之间 可以用一横来把它连起来 比如像DYS385 11 14 那这两个之间 也可以加一个逗号 来把它分开 那么在外染色体育专标记当中 有一部分基因座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第二个 就是两个独立的YSTR金座 相继比较近 那么有的时候一对引物 可以把两个重复期都扩成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两个重复期 由于都在变化 所以最终会都会影响 这个片段的大小 那么这个时候 实际上它包含了两个重复期 那么如果说在扩张的时候 是把两个重复期全部扩张 这个等位基因的命名 就是两个重复期的一个综合结果 那么在有些特殊需要的时候 可以把这两个重复期 分开来扩张 这个时候对单个重复期 又按照重复次数来进行命名 那么这两个区域的命名 一个叫1 一个叫2 这个1 2怎么来的 一般是以最早进入 金bank的这个定位序列 五撇端的叫1 靠近三撇端的 这个就叫2 那么像命名就是 按照DYS 这个基因做的名称 然后在点1和点2 那么其中比如说有 YGTH4 点1 点2 还有448的点1 点2 以及449的点1和点2 那么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就是两个重复期挨得比较近 那么可以一次扩张 把这两个重复期都检出 也可以把这两个重复期 分开来检测 已经报道的YSDR多态性基因座 已经有220多个 那么在这些Y的SDR基因座当中 平均的突变力和长染色体SDR基因座 是非常接近 那么如果用这些SDR基因座来判断 亲缘关系的时候 考虑它的突变力 可以按照长染色体SDR来考虑 但是YSDR有外染色体遗传标记的特点 第一个 它是属于男性特有 对单拷贝的YSDR基因座 每一个男性个体只有一个等位基因 那么除了我们前面介绍的像385 这种在Y染色体上面有多个拷贝的 可以出现多个产物 但是绝大多数的YSDR 一个男性个体 它一个基因座只能出现一个等位基因 所以对于男性混合样本的分析 它的结果更简单明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它会体现出来它的优势 第二一个Y的SDR 它的遗传特征是父系遗传 由父亲传递给儿子 所以在理论上 既有同一个父系共同祖先的所有男性后大 它的YSDR应该完全相同 也就是你检测的所有YSDR遗传标记 它的分析结果 在这些男性个体都应当是一致的 那么这对于判定父系亲缘关系 就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呢 由于我们前面提到 Y的SDR它的突变力和常染子的体是一样的 所以尽管这些个体有一个共同的父系祖先 但是在传递过程当中 YSDR仍然会发生突变 所以这些具有一个共同父系祖先的个体 可能在个别的SDR分析上面 它的结果可能不一致 就是由于突变造成的 第三一个就是在减速分裂过程当中 Y的退期不发生重组 所有的YSDR基因座 在遗传的时候 曾连锁遗传 所以在检测多个YSDR基因座的时候 不能按照常染色体SDR基因座之间的数据处理方法 来进行这种概率的处理 因为常染色体的时候可以用连长 也就是用惩罚概率原则来处理它的数据 但是YSDR由于它是连锁遗传的 所以你检测很多个Y的SDR基因座 实际上它相当于一个遗传标记 所以在概率估计的时候 应当用单倍型频率来进行估计 而不能把等位基因频率把它撑起来 那么它在个人识别或者亲子鉴定的时候 它的评价指标 是用基因差异度来评价整个YSDR检测体系 它的个人识别能力和恢复排出能力 也就是这个基因差异度就等于个人识别力 就等于恢复排出力 这三个值是相同的 它和常染色体SDR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第四个就是评估 STR在个人识别或亲子鉴定当中应用的时候 不管你检测YSDR基因座数量多少 一定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遗传标记 来进行判断 而不能说比如说你检测了YSDR 我检测了五个 这就是五个遗传标记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因为在传递的时候 它都位于一条染色体上 那么这有点和线力底定的一样 所以在应用当中 YSDR基因座的分析结果 它的重要价值不在于认定 而在于排除 那么排除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突变 所以在同一复系的个体之间 它出现个别YSDR基因座有差别的少 这个时候不能够就排除 这些个体是来自于同一个共同主线的复生 但是在个体之间比较的少 也就一个样本判断是不是来自一个人 就两分样本是不是来自一个人 那么只要它的分析结果不一样 它就不是来自同一个人 因为这个时候突变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它的重要价值是在于排除 如果两个两份样本检测相同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认定 它是来自同一个人 也不能认定它就是来自同一个复系组线 这是不能认定的 因为X和Y染色体部分序列有高度的相似性 所以在有些Y的SDR基因座检测的时候 在女性样本也能够获得检测结果 比如像DYS391 还有DYS393 那么这在男性个体可能会出现额外的产物风 而女性也可能会获得检测结果 所以在有些时候我们要判定一个样本的性别 看到是男性还是女性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选择这些Y的SDR 因为在有些时候要判定这个样本 是男性还是女性 可能要选择加测Y的SDR 那么我们就要选择 具有男性特异性的那些YSDR来加测 不要选择这种在X染色体有可能会获得扩增产物的这些基因座 还有部分的YSDR基因座 在检测的时候会检测两个 甚至是三个等位基因 那么这个时候会被误认为是多个男性 就是两名或者两名以上男性的一个混合样本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人的 但是在检测的时候 在一个基因座可能会出现两个或者三个等位基因 那么这是在有相当一部分SDR基因座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个等位基因 但是有些个体就会出现两个或者三个等位基因 常见的YSDR 由于它不存在像常染色体那样的情况 就是基因和基因之间有一个组合产生一个基因型 因为每一个基因座只有一个等位基因 只有一个基因 一个人只有一个外染色体 所以它的多态程度都不高 单个基因座 一般有四到五个等位基因 那么也就是有四到五种表形 所以它的多态程度不高 个体识别能力也不太高 那么要发挥YSDR在个体识别当中的作用 唯一的办法是联合检测多个YSDR基因座 那么这样就使得单背型频率逐渐逐渐的降低 那么当单背型频率达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是有利于七分不同的个体 同样它的主要价值是在于排除 那么这个表格里面来列出来 就是几种实际工作当中比较常用的YSDR的组合检测 那么第一种检测叫做最小单背型 包含有八个YSDR的基因座 第二种叫扩整单背型 在最小单背型基础上面加了两个YSDR 那么另外一个是一个商用的检测设计盒 一共包含有11个YSDR 这也是另外一个YSDR的商用检测设计盒 一共包含有16个外染色体的SDR基因座 另外一类新染色体的SDR基因座检测 属于X染色体的SDR基因座检测 因为X染色体SDR基因座 它和Y染色体不同 和常染色体也有所不同 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出来是在遗传方式上面 那么它的遗传方式是受子弹性别选择的 也就是一种半性遗传的一种遗传方式 这和Y染色体不同和常染色体也不同 所以X染色体上的这种SDR基因座 它的等位基因向子弹传递的时候 受子弹性别的选择 那么如果是一个男性个体的 X染色体的SDR基因座 在子弹传递的时候 只能传给它的女儿 不能传给它的儿子 而母亲像在子弹传递的时候 可以传给它的儿子 也可以传给它的女儿 那么这就是一种半性遗传的这种特征 所以在分析X染色体的SDR基因座 在传递过程当中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子弹的递别 它这种遗传方式 不同于常染色体 也不同于性染色体 那就是外染色体 在分析检测的时候 男性个体 X的SDR 只能检出一条片段 因为它只有一个X染色体 女性如果是杂核子 是两个片段 如果是纯核子 就是一个片段 由于X染色体 它的遗传方式的特殊性 在某一些亲人关系鉴定当中 它有重要的价值 那么比如说 在父亲和女儿的亲人关系鉴定当中 或者是缺乏父母的 同父两姐妹的亲人关系鉴定当中 X染色体就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那么另外就是在 没有母亲参与的 就是在亲代和子代的鉴定当中 就是有一些时候 就是不能够明确判断 母亲和孩子的关系的时候 这个是如果检测 X的STR 如果支持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倾向于支持这两者之间 是有母子关系 或者是母理关系 由于X染色体 它的遗传方式比较特殊 所以在概率评估的时候 要根据不同性别 来进行判断 也可以起两性别之间的一个中间值 那么从我们书上介绍的很多的 X染色体的STR 在男性和女性 它的个人识别效率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由于男性只有一条X染色体 所以X染色体的STR 在男性 它的个人识别能力 相对于女性来说 就要低很多 而在女性 它的个人识别能力 就会比男性 要高得多 由于X染色体 在法医应用当中 能够解决 个人识别这一方面 它没有很明显的一个优势 跟常染色体比较 没有很明显的优势 所以在法医的很多实验室 对X染色体的检测 不是那么重视 但是对一个 以亲眼关系 鉴定为主 这样的实验室 那么可能就会比较重视 X染色体STR的检测 因为这样的实验室 它可能会碰到 两姐妹 就同父的两姐妹关系 需要进行判断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也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就是 对某一些样本 它的性别不能判断的时候 那么也可以 通过检测 X染色体的STR 来进行判断 如果这个样品是 检测是杂盒子 那么就可以判断 它是个女性的样本 所以你检测 多个X染色体的STR 它全部都是传盒子 那就更倾向于支持 它是一个男性的样本 那么这个时候 实际上它不是传盒子 它只是只有一条 X染色体 在某一些 新染色体异常的时候 进行X染色体STR检测 可能会出现 图符这个风 这个风数量的一个异常 比如说男性 47XXY 因为它有两条X 所以在男性 在检测X染色体的STR的时候 可能出现两个片段 也就出现杂盒子 这样一种形式 那么这种是 由于新染色体 数目异常而造成的 那么比如像女性 45X 就Tunas中和整 因为它少了一条X 那么这个时候 它检出来的这个表现形式 就有点非常像一个男性 而这个47XXY 也就是科斯中和整 和45X是Tunas中和整 这两种在人情当中 它的出现力都还算比较高 所以碰到这样的个体的时候 在检测X STR分形结果的时候 那么可能就会和疫区不相同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了解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要考虑 可能这些人是属于 X染色体的数目异常而造成的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本章介绍的内容 那么要求重点的内容 就是要了解DNA指纹和DNA文印的概念 以及图形的基本特征 另外要了解的是IFLP的技术要点 再有就是扩张片段长度多态分析 和IFLP 这两种技术方法的一个特点的一个比较 再有就是STR和Ventia 这两类遗传标记各自的特点 之后是一个符合扩张的一个概念 极其优势 再有就是对Mini STR X的STR 以及Y的STR 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这三类检测技术 在法医应用当中 都会有一些实际的价值 也会有一些应用的限制 那么对这些方面要有一个了解 我们介绍这一章的内容就到这个地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